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姐 你不要这么固执 你这三年来所看到的 听到的 都是有人精心设计的骗局 目的就是想要利用你啊 雨昕 这三年来你听见的 看见的 难道就不是在乡家大少爷精心设计的布局吗 难道她的目的就不是利用你吗 姐姐 你醒醒吧 该醒醒的人是你啊 你爱上的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 雨宁 我知道现在 我们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 我也知道你恨不得杀了我 所以 我们来谈谈条件好吗 谈什么条件 答应我留下来好好养伤 等伤养好了之后 也不要离开乡府 我凭什么要答应你 你不是很想杀了我报仇吗 只有留在我身边 你才有可能找到杀我的机会 再说 雨昕是不会跟你走的 你就放心她一个人留在这儿吧 雨昕 你告诉我 你真的要继续留在这里吗 姐姐 我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 你千万不要抛下我 你就留下来吧 给咱们彼此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 好 相昊爷 我答应你留下来 但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好 除了要我放你走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第一 我不想说的事 你不能逼问我 好 除非你主动跟我说 否则我却不问 第二 我不是你的犯人 你不能软禁我 也不能派人监视我 好 只要你不离开乡府一步 我保证 你有足够的自由 第三 你不许碰我 好 在你弄清楚事实真相之前 我绝不碰你 你以为你这招欲擒故纵 玩得很高明吧 我提醒你 只要一有机会 我就会杀了你 你把随时都会要你命的人 留在身边 你不害怕 对我来说 没有比再失去你更可怕的事情了 如果你杀了我 那也只能证明 我命中注定 就应该死在你手上 我心甘情愿 无怨无悔 你这个人真无耻 昨天才准备和我妹妹拜堂成婚 今天又来故作深情地哄骗我 你就不怕雨昕伤心吗 姐姐 其实皓宇 她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她一直爱的都是你呀 雨昕 你着魔了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她为什么要娶你 你为什么要嫁给她呢 这说来话长 我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 想浩宇 你手段果然高明 你可以这么不顾我妹妹的感受 向我示爱 她还要反过来帮你说话 你居然能把一个人 骗得这么死心塌地 真是太可怕了 姐姐 雨昕 不管怎么样 就当是一场赌局吧 杀了我 你就自有了 好 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昨天晚上 你一直做噩梦 睡得也不踏实 我就不打扰你了 雨昕 陪你姐姐回去休息吧 你把你的手掌放在里面 你也不想再去 你呢 你不想再去 你会北海 你再想到 你那边 是 你那边 是 你那边 他也会 你这边 你也会 你不想 是 你不想 忙了一大早 连午饭都忘了吃了 那刺客搜到了没有 没有啊 奇怪了 按说这个刺客 它是跑不掉的 可怎么搜 也搜不着啊 难道是上天了 还是入地了 我说你啊 也别多想了 瞧瞧这鱼 你可算是有口福了 这鱼啊 本来是给二少爷准备的 可这鱼都凉了半天 我们的二少奶奶 还没派人来拿 可是二少爷 他一直不吃鱼的呀 我当时心里也纳闷 我问二少奶奶了 他让我别多问 我敢问什么 怪了 你说刺客 有可能在二少奶奶房间 小的不敢乱说 但从种种迹象来看 我不得不怀疑二少奶奶 今天只有二少爷 去药房领过药 他俩吵架的时间 会不会有些巧合 这事 有关二少奶奶的名节 也有关我们乡家的生育 你切不可胜肠啊 是 等会儿啊 我自己到二少奶奶房间去看看 你这是要上哪儿啊 回二太太 这一大早 二少爷就说 想吃这糖醋脆皮鱼 可我做了老半天 都不见二奶奶来拿 我还以为二少爷不想吃了 没想到这会儿功夫 二少爷又让我快点把鱼 给他送过去 是二少爷要吃鱼 是啊 怎么办 娘 躲得我一时躲不了一世 大娘早晚会知道 现在知道害怕 早跟我去 宫少爷 你看能不能高抬贵手啊 那好 那就请你们送客吧 你开玩笑啊 全府上下所有的门都锁上了 你怎么出去啊 那是你们的事 如果你们想不到法子送我出去的话 那我就只好多待几天 这 公少爷 看你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想必已经想好了逃出去的法子 那就不要再为难浩泽了 看不出来啊 二少奶奶倒是个聪明人 夫人 若是刺客真藏在二少奶奶房中 您贸然前去 他万一苟急跳墙 要是真出了什么岔子 可怎么得了啊 我看 是不是把洋枪队也叫上 对对对 别慌 我自有主张 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现在大少爷已经无心主事了 乡家 乡家不能缺了老夫人民呐 这样 你带几个人就守在门外 如果我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就假装摔破茶碗 你就带枪进来 是 可是 夫人 我 大娘 温宜 你在呢 大娘 快坐 好 快 开上 浩子呢 娘让他去商量 迎娶兰儿的事了 哦 哎呀 说起这件事情 还真是委屈你了 大娘 您言重了 我知道 这是娘和大娘 为了浩子的演练 也是无奈之举 我理解你了 嗯 这茶挺香的 是今年的茶还是去年的茶呀 是今年的新茶 够了 嗯 茶汤也不错 嗯 味道不错 陈嫂 在找什么呢 下人收着府里进了老鼠 我怕跑到二少爷房间来 对 再找找 我帮你们一块儿找 浩子的声音 走 把这药好了 放开我 快 这么高的墙你也翻得过来 能耐大了你 放开我 大哥 怎么回事啊 大哥 我刚才到娘的房间去请安 听到墙边有动静 我就抓住她了 刺客 我不是刺客 我是龚少华 龚少华 龚少华 真的是你 放手 香兄 好久不见 别来为恙吧 龚兄放着 好好的大门不走 怎么学人翻起墙来了 这个不打气 我来呢 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听说 雨宁没有死 是不是真的 想不到龚兄的消息 还真灵通啊 龚少爷 你有什么事啊 龚大少爷 深夜来闭设 有何贵干 湘夫人 我听说 你们家的湘大少爷 昨日迎亲路上遇刺了 我就一路打听过来 我想 能够让湘大公子 甘愿受死的女刺客 除了雨宁 不会失眠 现在看来 我的猜测是对的 湘兄 雨宁她真的活着吗 不错 她还活着 真的 我不过是想来看看雨宁罢了 老实说 我如果正面来找你 你能让我见她吗 龚兄 雨宁嫁给了我 就跟你一点干系都没有了 其实你想见就能见的 说得也是 所以 我只能翻越你们湘家的高墙了 老实说 自从以为雨宁死了之后 这三年来 我和你湘兄一样难过 为了弄清楚雨宁是否还活着 别说翻墙 就算再危险的事情 我也做得出来 她身体不太好 不方便见客 现在你已经知道确鞋消息了 那你可以走了 慢 我听说雨宁受伤了 她伤得怎么样 要不要紧呢 龚少爷 雨宁是我的妻子 我会尽全力地照顾她 我会尽全力地照顾她 不用你来操心 消耗鱼 我只想看她一眼 哪怕就一眼 龚少爷 你这样做 有失你的身份 管车 在 送龚少爷 是 龚少爷 请吧 二少爷 那我先走了 走啊 娘 回去吧 早点休息 你也早点歇着啊 我先走了 到了 到了 二少爷 不要吗 你还要我二少爷呢 二少爷 别忙 站住 站住 别闹了 别闹了吗 我让你闹 喝酒吧 喝酒吧 烤啊你 来 你也可以呗 让我先一口 坐 你真坏吗 我怎么比我喊你呀 我怎么收拾你 你担心 我希望你也不担心 一二三 你再给我 我再给你 我再给我 一二三 娘 喝茶 乖 浩泽 喝茶 乖 姐姐喝茶 行行行 快起来 行行行 怎么搞的这是 姐姐 妹妹承讯进茶给你 你怎么把茶碗给摔了 就算你不痛快 你也不能在娘面前 拿妹妹撒气啊 我哪儿有 刚才明明是你先松手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不好 姐姐别生气了 我知道你容不下兰儿 现在我已经把她取进来了 你就是容不下也得给我容 玩这套小把戏 我 浩泽 别生姐姐气了 是我不好 我警告你啊 你别整天摆着一副死人脸 还有 少给我端大房的架子 你别忘 你是我花二百大洋买来的 住口 浩泽 做人要一碗水端平 既不能委屈了小的 也不能亏待大的 走 你别忘了 刚才真的不是我 是她故意的 好了 好了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娘也是过来人 怎么回事我看不明白吗 在我们大寨院里的女人哪 肚子蒸气腰杆才能挺得直 谁让你到现在都没能和浩泽原房 让那个丫头抢了仙呢 不行 我已经成家了 孩子就快出生了 孩子就快出生了 我不想再跟你们搅拷了 您哪 还是省了这份心吧 一个男人 成了家 却立不了业 那有什么意思啊 这龚绍华一个人撒疯也就罢了 没必要拉着我当垫背吧 他已经得到过大嫂 偏偏又拱手让给我大哥 现在又想让我当传话筒 不可能 你觉得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吗 你别拿以前的事威胁我啊 咱们互相都有把柄落在对方手里 我要让我大哥知道 谁把我大嫂藏了三年 害成现在这样子 他一定不会放过龚绍华的 大不了咱们就于死网破 同归于尽 二少爷 你别生气嘛 你就打算窝窝囊囊地过一辈子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家人说得对 我跟我大哥有天大的矛盾 那也是我们乡家的事 跟你没关系 这个相好色 就先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 竟然跟我摆起了大道理 我看她是吃一切 长一智学乖了 她已经看破了 我们把雨宁送回乡府 是别有用心的 她想来一个 真正的坐山观火斗 真没想到香浩宇 竟然没有对少奶奶说出实情 她打的什么算盘呢 香浩宇 香浩宇啊香浩宇 她这点微妙心思 只有我龚少华最清楚 当年雨宁背叛我的时候曾说过 说我是她应该要爱的人 而香浩宇 是她发自本能去爱的人 可雨宁现在失忆了 香浩宇没有全盘说出实情 这说明她 不想成为过去的龚少华 她还想和雨宁旧情复燃 让雨宁本能地去爱上她 不 可少奶奶明明爱的就是你 她无论做出任何努力 都注定会是失败的 是啊 所以我才会放心 把雨宁送到她身边 让她费尽心思地去感化她 到时候她付出的越多 将来越痛苦 我心里才会越痛快 只有她无暇顾起生意的时候 我们的相会才会有希望 咱们现在见不着少奶奶 万一消息通不上怎么办 相好则是靠不住了 幸好这个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最佳人选 到时候如果这个渠道打通的话 说不定啊 比用其二少爷 还要安全顺手得多 你面前є Krystal Richtung 我相当兄弟们 你还要安全 Old 而这些要完儋思 我应该尽快 当然了 你平时否则也是 Tiny 姑少爷 我不能帮你 你还是另找他人吧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你误会了 与您行刺之事 真的与我无关 是与您不想妹妹嫁给香后人 把我灌醉了 悄悄跑来行刺的 再说了 就算我要杀香后人 我叫谁去不行 我怎么会叫与您她去呢 就算行刺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可是是你把大少奶奶 残为三年 是你把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二少奶奶 我和与您相好 我们三个人之间南院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相好与当年不择手段 从我手里把与您抢走 又不好好珍惜她 后来与您摔下悬崖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找到她 在这种情况之下 换作侍女 你是会把她留在你的身边 还是送给你的情敌 公少爷 我问你 苏家的灭门案和你有没有关系 二少奶奶 换作侍女 你会对自己心爱的人 下这样的毒手吗 当然不会了 如果爱一个人 怎么会舍得让心爱的人伤心 更别说与她为敌呢 那就请你不要怀疑我 我对与您的心 天地可见 我是绝对不会做出 伤害她的事情的 对不起 对不起 现在与您又重新爱上我 这就是天意 是老天爷看在我一片痴心的份上 给我的补偿 对 没错是我骗了她 我让她憎恨相好 可我有错吗 我只不过是希望她留在我身边 我知道这么做是有点自私 可是我并没有你想得那么坏 我 我并没有认为您坏 与您现在阴差阳错也回到相好与身边 这也是天意 她陪了我三年 三年对我来说 是我此生最难忘的记忆 我也不敢再奢望什么了 我只想知道她的病怎么样 她过得好吗 你真的不打算挽回她 在我看来 你不是一个伤罢甘休的人 不管你怎么想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我想再看我心爱的女人一眼 好吗 二少奶奶 我求你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相好与的书房 姐姐你看这个 香水美人 家偶绝配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三年前 在上海望国相会上 评委会主席亲自为香家的国色天香提的字 姐姐你知道浩宇 为什么要叫她国色天香吗 你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浩宇说 这香水就如同美人的容貌 有着令人沉醉的魔力 所以才取名为国色天香 而她指的美人 就是姐姐你呀 就是为我才取的名字 对 姐姐你看 怎么会有这么多我的花销 还有这些字 你看 这些字不是向浩宇写的吧 何以见的 看一个人的字 就能看出她的心性 这些字 比例雄厚 却易潇洒 应该是出自一个才华横溢 品性端庄的男子之手 绝对不是香浩宇这种阴险狡诈的人 写得出来的 偏偏就是她 苏家灭门案的幕后凶手究竟是谁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绝对不会是浩宇的 够了于心 不要再说了 你就这么爱她吗 爱她这么傻吗 我一出现 她就背叛了你 你为什么还要帮着她来骗我 我是爱她 可是她爱的是你 这三年来 我一直生活在乡家 她对你的感情 我都看在眼里 你说的都是你看到的 可是这三年来 我一直和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 她对我的感情我也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香浩宇对我的爱是假的 只有那个人对我的爱 才是真的 姐姐 你刚才不是还说 一个人的字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性吗 就算你不肯相信我 难道你还不相信自己的直觉吗 雨昕 傻妹妹 我们苏家一门十七口人哪 我怎么能凭我的直觉来判断这一切呢 你认定香浩宇没有骗你 我也认定那个人没有骗我 你要知道香浩宇装出一副爱我至身的样子 这是为了隐瞒她 其实就是杀我们全家的凶手啊 宿姑娘 你是 我叫温宇 是乡家的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有什么见交 你还记得这块玉佩吗 这是 公少爷让我带话给你 你千万要沉住气 千万不能让大少爷看出破绽 要不然 就永远见不到公少华了 我多听你的 我多听你的 就是这儿 就是这儿 进来 你们有什么话就赶快说吧 千万别让人听见了 我明白 谢谢你二少奶奶 少华 傻丫头 我不是来了吗 这些天受苦了 少华 我真没有 没能一刀把湘昊羽给杀了 没关系 幸亏你没真把她给杀了 不然乡家的人肯定不会放过你 我宁可大仇不报 我也要你活着回来 这个湘昊羽真是太厉害了 雨昕已经被她完全迷惑了 我早说过 湘昊羽是个厉害人物 她说的那些谎话 没有把你迷惑 我当然不会上她的当 只是我很奇怪 她明明要娶的是我妹妹 怎么会厚颜无耻地 说爱我呢 她明知道 我不会上她的当的 湘昊羽也生不 sums 她广想把国色天香这种配方 做成系列 而你呢 又是整个百花陵 最有名的调香师 有你的帮助 她一定会 feat半功悔的 我不会让她得逞的 只是雨昕 一中毒太深了 湘昊羽明明都已经和她取消婚约了 她自己心理痛苦 还要粗核我和湘昊羽 我有一个预感 他会继续联合你妹妹来骗你 他们甚至会说 我跟你的婚约早就取消了 他才是你真正的丈夫 这么人尽皆知的事 他们也敢颠倒黑白吗 是 相好与不达目的 他是不会罢休的 他发现你失忆 正好便是一场大皇爷来骗你 再说 由你妹妹协助他 玉妮 我真的很担心你 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受他们骗的 少华 你快点带我和雨昕离开这里吧 不 你现在还不能离开乡家 相好与已经放弃娶雨了 报仇的事情要从长起 你的意思是 他现在一心想骗你的感情 我们不妨来个将计就计 好 等我的消息 反正他现在每晚都会回我的房间来 什么 你们一直 不是 你不要误会 我们虽然同房休息 但是我睡床上 她睡地下 况且她的伤害没有好 短时间内不会痊愈的 更何况她还答应过我 不会碰我的 她说的话你就信了 玉宁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现在已经开始相信她的火挂了 你怎么这么容易受骗呢 不 不 你 少华 你别生气 我不是相信她 我是相信我自己 我发誓不会让她碰我 真的 玉宁 我已经失聚过你一次了 我不能再失去你 我知道 不会的 只是我身在乡家 心在你这里 我不能再失去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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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雨昕 我觉得有点冷 姐姐 你一定是这次失血过多 伤了元气 我给你拿披风去吧 不咕不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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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烱 姐夫 于昕 离我姐姐远一点 她现在一心想杀你 你白天这么累 万一晚上睡得沉了 她就趁机 那可怎么办啊 三年 我日子夜想盼她归来 现在我是一天 都不愿意离开她 我知道我睡在她身边 是很危险 但是我心里踏实 放心吧 我已经把屋里 所有能杀人的东西 都收起来了 可是她现在 对你的误会太深了 她甚至说 你在大家面前 装出一副 爱她之身的样子 正是为了掩饰 你就是灭了我们苏家 满门凶手的真相 允宁已经认定我是凶手 所以不管我做什么 说什么 对她来说 都是欲盖弥彰 姐夫 你不要太难过了 姐姐现在肯吃药养伤 和我聊天的时候 也平心尽弃 刚刚回来那会儿 已经有所不同了 允宁 就算你姐姐 是一块丸石 我也一定会 把它物化的 对 我可以吃药养伤 我可以吃药养伤 不过 我可以吃药养伤 对 我可以吃药养伤 对 我可以吃药养伤 他的家婿 她一直在乌宾 我已经我先出来 他也在乌宾 他也不乌宾 我先拿了 他想要绑 我什么时候 我先不想 put 咱们好了 是什么 咱们 这些要不耐用 我说 我家乐 我们一都回来了 这些是 大少爷 不敢 就这些 明白 他就是 不敢 他就走 他吧 叫所有厢房马上停工 先查明原因再说 还有 如果有人来提货 下案合约赔偿给人家 这么一来 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亏本总比亏生育好 是 大少爷 怎么会这样 大少爷 我们把所有的工序 都仔细排查过了 最后发现第十三位香精 被人给掉了包了 大少爷 这第十三位香精 是最关键的一位香 以前都是管家按比例 派发给各个厢房 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差错 所以这次我们 也没有检验 就直接用了 可 可谁会想到 居然会被人掉包了 到底怎么回事 大少爷 这生产第十三号香精的工序 一直是你亲自掌管的 每次产出的香精 几里几前 你都必须登记在册 然后交给我 再派送到各大厢房 这次派送的 也是你在书房交给我的 我就送到各大厢房去了 应该不会有错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这次 大伤英 卫生 大伤英 我已经清点过了 这第十三位的相经 已经全部被人调了包 人 1984 人 这餐精柜的钥匙 只有你才有啊 好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自会处理 千万不要告诉夫人 我是不会多嘴 不过这订单 到期无法交后的大事 是想瞒也瞒不住的呀 只要你不多嘴 我自有办法跟夫人交代 是 大少爷 碰好了 相方大管事 刚刚差人来送信 所有两位老客户 在相方闹起来了 我都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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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想要